第661集 蚂蚁和巨龙没有交集 蒲公英的种子与天空中的彩云难以相遇 它们分处在不同世界 永远不知彼此 当年 叶凡初次踏上修行道路时 命全境界的修饰在他眼中都高不可攀 道宫秘境的修饰几乎不可见 而今龙海道宫离他远去 他已经可以雄士四级秘境的修饰 平是画龙秘境的强者 不同的境界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历程 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经历 站在不同的高度 所欲自然不同 叶凡与庞博他们商量良久 都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三十几个小天才 带走实在没有精力照顾 可是 究竟送到哪里呢 小镇很安静 街道两旁栽满了月亮树 每到夜晚 弯月形叶片都会发出柔和光辉 且有淡淡的香气弥漫 很是适合居住 深夜 清风吹来 月亮树哗啦啦作响 摇曳出一片朦胧的光辉 芬芳透过窗户晾了进来 然而 叶凡却感觉一阵心悸 他祸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站在窗前向街道上望去 一道黑影从大街上走来 每一步都很坚定 但却很轻 落地是没有一点声息 可是 却有一股极度危险的契机 像是有一个洪荒猛兽在逼来 这个时候 彭博等人也都惊醒了 全都起身查看 无声无息 小镇四方出现二十几道身影 意气围惧而来 个个都散发着杀气 此时 他们已经不在意掩饰 走 赶紧离开 叶凡 把三十几个孩子 收进了预警瓶中 让黑黄寄出悬浴台 准备横渡虚空 来人强大 杀意刺骨 没有办法抗衡 坏了 出大事了 黑黄惊叫了起来 发生什么了 磅礴心头一跳 没有办法横渡虚空 黑黄很焦急 几次尝试都没有办法 为什么会这样 土飞问道 他甚至大黑狗 在阵文方面的造诣 几乎不可能被人克制才对 应该是外面的那些人身上 带有着一些劲气 而且应该是按照 荒谷前那种 繁傲的手法 济连成的 可以尽空 黑黄预感不妙 是阴阳教的人 叶惠灵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磅礴眉 他们这是阴魂不散 居然追杀下来了 我们突围 避开那个人 叶凡点指街道上 第一个出现的黑影 如渊海一样深不可测 还未等他们行动 银灵一样的笑声 在夜空中传来 一个女子踏跃而来 在月光下流动光辉 你们不要妄想逃走 阴阳教的圣女 叶惠灵轻声说道 而后她引入了暗中 改变了气急 容貌也模糊了 她不希望被人认出来 是这个姐姐 叫南南带走的 可是她后来很讨厌我 小南南有点委屈 那是她有眼无珠 她修炼一百事 也比不上你 大黑狗说话很不客气 叶凡则笑着摸了摸 小南南的头 你这么可爱 谁都喜欢 除了那些坏人之外 而后 她将小南南也收进了 玉境瓶中 不想一会儿战斗时 让她受到惊吓 叶凡 我知道你在里面 出来吧 阴阳教的圣女 双十年果 生得花容月貌 挺挺玉丽 笑起来时很动人 不过 却也有一种杀机 叶凡冷漠回应 你来得倒是很快 对这个女子 她心有杀意 当初 她在小南南身上 留有一块宝玉 记载了点点滴滴 让她每天早晨看一遍 以防忘记过去 阴阳教的圣女 在带走小南南时 肯定见到了 梅玉中的记忆 知道小女孩与她的关系 还是给掳走了 叶凡 你摧毁我教种地 带走所有孩童 做得太过分了 阴阳教的圣女 笑意中带着一丝寒冷 叶凡冷哼了一声 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你在带走小南南时 应该已经知道 她与我的关系 时间不都是传说你 生命无多吗 我从客栈中将她带走 也是为她好 将来不至于流落街头 阴阳教的圣女 倾笑毫不在意 如果不是有神秘高手在此 叶凡绝对会与她一战 这个女子颠倒黑白 明明掳走了小南南 让她在阴阳教受尽了委屈 却还这样一副面孔 叶凡一声低河 走 荡弦突围 磅礴 叶惠灵 里黑水等人紧跟随 朝正西方向逃了下去 想走 没那么容易 阴阳教的圣女 轻笑 周围有二十几条身影 同时围堵 最恐怖的是 叶凡所忌惮的那道黑影 追了下来 速度极快 他们想突围出去 然后横堵虚空 不曾想此人如影随形 根本无法摆脱 锦气就在她身上 阴阳教的圣女 与其他人也是紧追不舍 打定主意要留下他们 杀气汹涌 我们分开逃走 我的速度足够快 引走那个最强的神秘人 你们自己要小心 不行 我与你一起走 关键时刻还能挡住他 庞博不同意 怕他发生危险 无妨 我有急速 他追不上 你们赶紧走 叶凡不答应 最终呢 他们分开 各自寻了一个方向 逃了下去 分别前 叶凡向大黑狗 还有庞博传音了几句 然后头也不回地 冲了下去 果然 座义强大的神秘人 还有阴阳教的圣女 都追叶凡而去 根本不想放过他 既然神王有话 我们不会杀你 不过却不能放过你 将你囚禁起来 慢慢取圣血 这个主意 倒是不错 阴阳圣女一娇小 先骑小楠楠 我还未与你算账 如今想谋算我吗 真是欺人太甚 不过你们确信 吃定了我吗 如今 天下人都知道 你学有老疯子的步伐 拥有最顶级的速度 想要拿你很不容易 不过 尽可施展 看看是否能摆脱我们 阴阳教的圣女 脸上挂着动人的笑容 但杀意却更浓了 叶凡心中一沉 看来对方准备充足 多半有克制的方法 他飞快提速 引着这批人逃向远方 果然 最强大的那个老人 与阴阳圣女等人 并未被摆脱 在他们的脚下 有金色的闪电游动 同样极快 他心有疑惑 那是什么 穆德 他想到了黑黄的话 荒谷神符中 有一种闪电符 非无上教主 不能记练出 锁定一个人后 对方有多快 闪电符就有多快 若是不知道底细 会被活活累死 也摆脱不了敌手 非常的神秘 自由破解之法 不过 叶凡却不懂得 他神色凝重了起来 不紧不慢的飞逃 根本无法回头大战 因为现在 他已经吃惊的发现了 安格座意强大的老人 乃是画龙第八变的强者 画龙九变 一跃腾空 成为人中之龙 才有机会去仰望到 大能的无上领域 与圣主的决顶风姿 画龙第八变的强者 叶凡绝对无法对抗 查的境界太多了 如果真能战败 那已经不是逆行发先 而是逆天了 叶凡 还是不要逃了 反正你也快死去了 不如成全我们吧 一扬脚的圣女笑容不减 身体小成 血液已经可以炼药了 你一身都是宝 你小心乐极生悲 被我斩掉 奴家在等你 快过来杀我吧 颐阳教的圣女笑得很迷人 那个老人更是赤道 小孽畜死到临头了 还痴心妄想 老夫收缘已经不多 就是杀掉你 也无惧神王来为你出头 阴阳教的圣女娇笑 您可不能杀她 我们要将她圈阳起来 她可比那些奇兽还要珍贵 血液价值连城 慢慢取血 最为划算 不错 与那些异兽一起圈阳起来 那个老人连连点头 另有七八个人追了下来 一同时大笑 老不死的 还有阴阳教的那个丫头 我必斩你们 也凡丢下这一句 继续飞逃 现在不是拼命的时候 就是这一句 小店 我必须要担心